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传用柴油机 视频中正在安装的是8.2万吨巴拿马型传用主机 长10.5米,高12.7米,重量380吨 主机功率9860千瓦,约合13000匹马力 运营时每日经济油耗约30吨 它的输出功率相当于一辆高铁的机车 该主机采用曼恩的技术由大连传用柴油机有限公司生产 主要部件均实现国产化 在该类型主机制造领域,中国已经打破部分垄断 但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支持国产,为中国制造,呐喊加油 每日更新,谢谢你的点赞